花蓮市长魏嘉贤25号表扬 涉及在花蓮市的25名的选手 肯定他们在111年全中运的运动赛事里表现优异 而魏市长也期盼未来的任何赛事 他们都能持续不断的往上挑战 有机会披上国家队的战袍 为花蓮以及国家争光 全中运今年4月在花蓮举办 涉及在花蓮市获奖的学生来自东华大学等高中国中 施工所颁发奖励金 魏嘉贤致辞时以大女儿参加今年全民运扯临比赛为例 若要有更好的表现就必须比平时更加努力 牺牲是必要的 那也借此来鼓励这些优秀的选手 也期免他们未来在升学之后 也能够更突出的表现 甚至能够代表国家为国争光 参加更大的一个比赛项目 那在此也要谢谢过去对教育付出的 我们每一位教练跟家长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 或者是其他单位跟团体 肯定也会继续支持各项体育赛事跟活动 那在此要预祝这些孩子们 未来都能够持续按照自己的目标跟方向前进 美人国中校长也说 有梦想才会勇敢前进 选手无论在哪一个竞技场合 一定要记住最终陪伴在身边 让自己有动力的那一个人 今天不管是在哪一个竞技场域 球员也好或是选手也好 能够成功背后呢 一定都有很多默默支持你的人 所以呢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不要忘记陪伴你的人是谁 市长也表示 每一位运动选手为求更好的成绩 每天不断的练习才能够超越昨天的自己 因此施工所借由体育奖金的发放 希望能够实质的鼓励选手们继续努力 同时将自己的练习经验 比赛心得分享给学弟妹 让更多人了解运动而爱上运动 花年的孩子 我最大 记者林杰花年室采访报道 我最大